大家好,现在9月了,很多花园的菌子兰已经开始恢复生长 但是还是有花园反映自己的菌子兰到现在还没有长新叶 菌子兰如果久久不恢复生长,不长新叶,那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都跟这个土壤有关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资料太瘦了,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它生长 因为菌子兰特别洗肥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资料里面病菌太多 太多的病菌它会影响根系吸收 然后根系吸收能力减弱也是不利于它生长的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它更换新的盆土 更换一些疏松透气不含病菌的盆土 这样后期浮盆之后才能更容易恢复生长 但是我们怎么判断是哪个原因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菌子兰到底是什么时候换盆的 如果已经很久没有换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去够的营养 再加上病菌过多导致的 但是如果你春季才刚换盆 这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盆土里面病菌过多而导致的 那么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想换盆,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 给它在盆土里面使用微生物菌剂 这微生物菌剂还有非常丰富的有机制和有益活菌 它可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的同时 还可以抑制盆土里面病菌 然后增加盆土里面的有益活菌 那么有益活菌增加之后是有利于根系的吸收的 那么根系的吸收能力增强 那么菌子蓝后期自然才能够长得旺 这个微生物菌剂 我们直接把它在盆土周围给它产收一点 然后将这个微生物菌剂给它埋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调整好土壤 给土壤补肥又补了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后期只要水肥管理得当 保证好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适当的做好光照的处理 那么你的菌子蓝很快就能够长新叶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